细智才到底该如何看 看节目啰 哈啰 大家好 欢迎来到1月10号 延熙盘后的碎碎念时间 今天的测标呢 延熙跟大家分享 半导体的梦幻产业 哇 一有那个梦幻 大家就要看到就要开心 为什么 通常你梦里的能成真 或是梦里的事件 通常都是很唯美的嘛 好 那为什么延熙说 半导体界的梦幻产业 那我们看到细智才 其实细智才后 我跟大家讲要用一个 比较浅显易懂的观念 让大家了解 细智才呢是隶属于半导体 半导体旗下 好 那近期后其实 细智才的消息非常的多 大家也有看到 尤其是昨天后 出来一个细智才后 Risk 5 也就是这一个Risk 5的 的那个权利金 要免费 那这个后其实我用了一个比较 浅显易懂 浅显易懂的概念让大家了解 因为细智才后有三个很大的主族 就是像X86、ARM、Risk 5这些 那大家常听到的X86 你可以看到啰 X86是什么 叫封闭 所谓封闭 这就是垄断了 Intel跟AMD在用的 然后呢是属于非常高阶 非常高阶 所以呢它几乎是垄断 那为什么我要用这个比喻呢 三星米其林的功夫菜 我常讲你要去排三星米其林 应该不好排吧 可能要预约 然后一两个月以后才吃得到 而且呢功夫菜后就是摆出来非常的精美 色香味俱全 所以现在跟你讲X86会垄断 摆出来非常精美 然后呢色香味俱全 那再看到ARM ARM呢也是也是权力金也是昂贵的 好那主要应用市场大家看到的就是行动装置 然后主要的采用者有看到了 像高通、联发科、苹果这些通通都有非常多 好那这叫什么热炒菜 这就是大家去餐厅 一样吃热炒 热炒里面的菜色也是非常的多 那也不是厚 平常 厚平常像街边小吃这么容易吃到 我们还是要去餐厅吃嘛 对不对 好那再来呢Risk 5 Risk 5我用路边小吃 那我用路边小吃 大家以为厚路边小吃很不OK 事实上不是 来我要讲一个观念厚 路边小吃也很多排队的 对不对 好那再来呢我昨天讲了一个很重要的 路边小吃有一些 来主要你基底要好 好为什么路边小吃还是这么多排队 你基底要好啊 当你基底好的话 来你这个汤头好 你拿这个汤头去炒饭好不好吃 好吃 拿这个汤头去炒面好不好吃 好吃 这个汤头好 你煮出来的菜色色香味俱全 只要你的基底好 就是这个概念 好 那换句话说是不是比较容易取得 对 那这里呢也跟大家强调了 其实很多的国际大厂 好 暗中 都是积极开发什么 RISC-5 暗中 好 尤其是三星 尤其是三星 好 做那个RISC-5的架构 那再来呢 那个中国大陆那一块 好像阿里巴巴这些厂商 他们也是 好 都是在RISC-5这里的开发 其实国内 我这边讲一个比较直白的就是 历经 历经也就是历经董事长黄董就讲 他说RISC-5 既然开放到免费 这是叫什么 他可以让很多的新创产业 他可以加快 他开发新晶片 等于加速开发他新产品 新技术的速度 这个好不好 好 所以你看到 消息一出来 戏制裁硬声大涨 啪 冲出去了 那我要讲的是 细制裁为什么会是半导体的梦幻产业 这个也很简单概念 半导体里面成本 成本来 毛利最高的是什么 细制裁 毛利喔 毛利最高的是什么 细制裁 这个要了解喔 因为你一般听到常说电子业 之前的毛三毛四已经不再有了喔 那细制裁的毛利都是高达60个百分点以上 60%毛利以上 好 所以这叫什么梦幻产业 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消息一出来后 金星科 金星科 昨天叮咚 涨停 今天呢小创高 漂亮不漂亮 漂亮这个我就跟大家强调了 上个礼拜拿到多头 总动员的好朋友 赶快拿出来继续上课 老师 上个礼拜还没涨 是不是在这里 上个礼拜还没涨 金星科 当时在那个1月初1月3号的股价最低还有490附近有看到对不对 昨天冲出去552今天呢561 是不是越赚越多 越赚越多 恭喜啊 再来呢3443 哎呦也很漂亮 慢慢慢慢撑起来了 对不对 慢慢慢慢撑起来 创意有一个很大的概念 大家要知道哦 跟台积电非常有关系 所以呢换句话说台积电会好 创意好不好 好 这个概念有了 好 那前一波记不记得 延西在400 405 407 随便买要大家买 对 冲出去一波以后来到822 换句话说 在10月这一波 延西已经把创意做成长辈股了 太开心了 家有一老 卢有一薄 已经成为长辈股之后呢 股价冲高以后回落 冲高以后回落呢 我又再多头总动员送给各位 对不对 所以呢当创意回落这一波呢 在650以下还有630附近 是不是通通可以买 是 你拿到之后呢 你还有低点 这就是为什么 我要大家上个礼拜后 眼睛打开来 上个礼拜一定要眼睛打开来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哇 上个礼拜五 你只要拿到多头总动员有动作 你650 630以下 你都可以买 今天来到多少 7字头了 再次恭喜 那当然还有3661啦 3661就不用讲啦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冲高 近期冲高 近期冲高 对不对 870 我给大家价位大概在多少 800 这个呢是属于比较偏高 这样 那比较平易近人的 这三档里面是3443啦 好 那讲回来 我说过了 你要够了解产业的趋势 当你够了解产业的趋势 你就不怕震荡 当你了解了产业的趋势 换句话说呢 避震器已经挂在身上 避震器挂在身上好不好 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上个礼拜 要各位台积电眼睛打开来 为什么这样讲 大家只要一有风吹草动 就先拿台积电出来看 我昨天也讲了一个很明白的话 我说台积电全台湾是146万人次 我能帮一个试一个 就像前一波台积电 我买在375、380附近 记不记得375、380 当时在下手的时候 我记得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 在台积电身上 我用节目告诉大家 我把他的产能 不管是3奈米、7奈米、28奈米 所有会占营收的比例 都跟各位讲的非常的清楚 我也讲了成熟制成不是他看重的一块 他最看重的那一块是先进制成 对不对 先进制成就16奈米以下 我们来看 今天有一个很 有一个新闻 今天有一个新闻 上个礼拜我叫大家眼睛打开来 我说台积电后已经站上5日均线 5日均线准备翻扬 你可以看到这个礼拜开始就跳出去了 礼拜一一开盘跳空大涨 对不对 那你昨天又看到 盘后外资的资料出来 外资是大买 对不对 对 那外资要买的一定是买什么 外资要买超 绝对台积电会占大中 为什么 你一定先去把护国深山最有金正利的公司 先买一些 而且呢 重点他也卖3年了啦 好 讲回来 你看到今天又有一则新闻又在讲台积电 那今天台积电有跌吗 没有跌 好那这个新闻是什么勒 我记得是一个哪个报纸我就不要讲了 那这个之前就讲过台积电3奈米 今年是做到量产的动作 我讲过量产 好跟3奈米的测试是不同的等级喔 对不对 你量率还没有到你绝对不能做量产嘛 好那台积电呢 今年已经做到量产的动作 而且量率是高达80个百分点以上 那但是就韩国的媒体又出来放话啦 他就说台积电太夸大他们3奈米的量率 好太夸大了 事实上他可能50个百分点的量率都还不成 都还没有 那我们自己的三星 这是韩国媒体喔 自己的三星啊 我们的3奈米一达后量产阶段 而且量率趋于完美 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真的让我很好笑 因为他写不出量率多少个百分点 他只能用什么趋于完美 这就是很多媒体在玩的什么文字游戏 文字游戏 我常跟大家讲你要有解读新闻的能力 这个上面呢 讲白了看完了以后你就觉得这个新闻叫什么 见不得人好 见不得人好 我们台积电都已经可以做到量产 我们可以出来这个产能 他竟然还说我们的量产是那个量率50个百分点以下 各位你要想 如果你是老板你的东西做出来 等于做两个坏掉一个 做两个坏掉一个 你会量产吗 你讲这个观念就不通了嘛 你不可能拿到失败率这么高的东西出来量产 为什么我成本就会压很重啊 所以你做两个坏一个你会量产吗 绝对不会嘛 所以他这个逻辑不通 那再来讲我们台积电量产 这就是牛头不对马嘴了嘛 所以我就看到什么 媒体啊 所以大家要有解读新闻的能力啦 好那再来我跟大家讲解读新闻的能力呢 大家要记得这个礼拜比较大的事件是12号台积电 要干嘛法说 那我也讲了从上个礼拜开始呢 台积电已经走出什么 利空不跌 利空不跌 所谓利空不跌是上个礼拜有一个很大的利空就是 台积电已经告诉各位今年的营收零成涨 这是重点 零成涨 那各位要有一个观念 你在这个位阶股价在450附近你说零成涨 结果呢股价不跌 好啦 但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他说的零成涨 你到底有没有去看一下背后的含义 如果以去年 因为一定是以去年比较嘛 以去年比较零成涨 问题是你看回去年是什么 基期比较高 基期高基期高基期跟低基期 所以呢换句话说我低基期我跟去年的高基期比较零成涨 零成涨就是告诉你什么成长 这样了解齁 听得懂的就听得懂啦 这里后我要讲到这里时间真的不够了 光讲那个媒体后真的是 来 好所以今天呢来我大概跟大家聊了一下后细枝材的一个概念 希望大家比较能通 比较能通 重点后其实就是加速很多厂商创新 新产品的速度 这个是对我们台湾电子业好不好 非常好 好 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一开红盘 今年金兔年一开红盘 从上个礼拜我们的天雨大三远 天天创新高 那个这个礼拜呢换到细致财 涨不停 所以呢再次恭喜 那也由于后很多的粉丝好朋友后 再问颜希 因为快过年了有什么样的优惠 那颜希呢今天特别推出一个后大三远 大三远的企划案 那这个大三远的企划案有什么好处呢 我要先讲后来最近我说了一定是违反人性的下手 为什么很多人在年前不想买股票啊 所以这个大三远的企划案是我会带你抢先去卡位 有成长性有爆发性的公司 那第二点呢会期呢要什么年后期算 所以呢换句话说越早来赚越多 那再来呢会期会费我给各位 一加二无限大 那你可能好奇老师什么是一加二无限大 说实在话这个真的不能在这里讲 会打坏行情 所以有兴趣的好朋友后就记得后跟我们助理联络 好那今天呢后就先到这里后 祝大家 操作顺利好运旺旺来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